疫情不斷出现变化 再加上近期猝子案件不非常的多 这死率不断的飙升 像今天新增的29例死亡个案当中 累计已经来到了411人染疫病逝 台湾的确诊自死率来到了3.22% 指挥中心现在也统计死亡确诊者的年龄分布 其中60岁以上占了90.4% 又以80岁以上的31.4%最多 指挥中心现在也要严密将检察官 纳入这一波的疫苗接种名单 因为不少个案在死后确诊 也担心检察官在香烟时 变成了增加染疫风险 万华一名八旬老翁多日联系不上 警方获报前往住家查看 没想到一破门发现老翁早已死亡多日 经过香烟又是一起死后确诊个案 最近猝死案例频传外 每日新增确诊死亡也迟迟不见趋款 6月12号这一天台湾新增了26例的死亡个案 累计死亡人数来到了410亿人 也让致死率不断飙升来到3.22% 光是6月台北市就有三期以上的猝死案 6月4号北投一家三口猝死 6月7号则是内湖电视台棚内摄影猝死厕所 这些个案共通点除了死后才确诊 大多也具有慢性病 大院前死亡的很多大概都是高龄 然后再加上有这个糖尿病 或其他的这个慢性的疾病 疫情指挥中心也统计 确诊个案的死亡年龄分布 80岁以上的年长者最高31.4% 70岁到79岁的区间同样有三成 来到了30.8% 60岁到69岁的长者则有28.2% 光是60岁以上的占比就高达了90.4% 由于11号也传出了疑似首起 接种AZ疫苗后的死亡个案 指挥中心也进一步说明厘清 解剖之后发现它是动脉硬化的心脏病 那另外是急性心肌梗塞 检察官的相验 那一些要直接处理到尸体 那相关有这种 可能是有确诊者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准备把它列到我们这波的开放的名单内 由于死亡原因太多 指挥中心已经严拟 要将道场相验遗体的检察官 纳入这一波的疫苗接种名单内 不过国内新冠肺炎致死率不断攀升 如何有效降低也是一大难题 记者称赞林秉舟台北报道